炸雞當貢品四百多筒擺在桌面上 旁邊還有各種虎爺Q版造型 饅頭蛋糕發財水等貢品超壯觀 蠻滿的炸雞 我覺得蠻壯觀的 炸雞還有機能 有時候會很好 這虎爺就是你真好的 妙房準備澎湃貢品 打批信仲奇聚 農曆六月初六虎爺聖誕千秋 是生意人不可錯過的日子 除了必餓還能求猜 大家都費盡心思準備貢品 因為虎爺愛吃熟食 除了虎爺聖誕 這一天也是天曠節 是玉皇大帝初巡民間 可用來補孕開孕祈福 另外想求事業財運 還必須要晒印章 公式印章或私人印章 字面向著南方 晒印二十分鐘 若遇到雨天 也可以利用電燈照射 吸取能量 對旺財開孕會有奇效 秘利老師表示 想求財公民一定要先懺悔 再來補孕祈福 這樣才會讓自己的運勢旺起來 記者賴宏偉 連元編朋友飛 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